今天正宗老祖鍾少林師到這裡來 請他們表演 吳教授說我們可以兩岸交流 因為在台灣我們是向我個人來講 我們40歲以後才開始練 所以雖然是同樣的達摩益金金 不過我們就是以練養生為主 練五臟六腑為主 氣功方面就出分就可以分成剛才所談的 大概是兩大類 一個是五術氣功 剛才表演的都屬於五術氣功 這個功夫都是出神度化 那我們就是放在養生氣功 那養生氣功第一個是練氣 第二個就是讓氣能夠走到五臟六腑 來練鍛鍊 藉氣來鍛鍊五臟六腑 各位應該大概都聽過兩句口結 就是說要腑不如食腑 食腑不如氣腑 大家是不是都很熟悉這幾句話 好 那麼氣腑要怎麼腑呢 就是要讓你的經絡能夠暢通 所以以益金金來講 它也是演化成兩個大方向 一個就是走五術氣功的抵制性 一個就是走養生氣功的這一邊來 專門就是在練五臟六腑 那我們的五臟六腑要練這個器官 就必須練這個氣 讓氣能夠順暢 那麼氣微血率 氣型血型 那氣的系統就會帶動血液的系統 循環得很好 那血液的系統能夠循環得很好 你那個器官的功能就會很好 那個末梢比如說手肩腳尖 循環得很好 你就不會手腳冰的 就不會當做冰凍的 那五臟六腑的循環很好 你五臟六腑的功能就比較不會摔退 譬如說我們人在老化 年過四十 起因減半 就是在講年紀到了四十歲以後 很小就不會了 就是肝開始在摔退 那肝一摔退就容易疲勞 肝矚目管到眼睛 所以眼睛容易痠容易色 清光眼白內臟就慢慢慢慢就出來了 都是眼睛的退化 眼睛的退化由肝管 所以就是肝的退化 或者是各位比較有興趣的我想就是說 為什麼到了中年以後我喝水都胖 我來喝水就胖 那也是什麼 是膽的問題 因為膽子的分泌會影響到你脂肪的分解 那麼你脂肪分解不良 當然就累積在身上 累積在這裡就是鬆光 累積在這裡到蝴蝶秀 累積在這裡就到大象 所以都是五臟六腑的一些變化 尿酸過高要痛風或者是要去洗腎 都是因為腎臟功能的專門 那也是這樣 那麼我想這些談起來比較接近醫學 不如來跟各位聊一下 跟大家比較切身的 譬如說有很多我們在座因為婦女朋友很多 因為生液的關係有的自然生產 或者是比較沒有運動 生產過後加上中年一到 有時候就打個噴嚏就會尿失去 就是膀胱經脉的問題 膀胱瓜葉劑的問題 或者是男性朋友 開始就站在便頭前面就滴滴答答 也是瓜葉劑的問題 小便無力或者是尿不乾淨 那這個在液晶肌裡面 它就有一個叫做膀胱經脉操 所以我現在就跟各位來分享膀胱經脉操 這是一個 那各位如果平常有時間打著赤腳 練練這個膀胱經脉操 對這個膀胱的功能就會恢復 所以你有頻尿的問題 你有尿不乾淨的問題 你有包括這個有點尿失禁的問題 經由自己來練 就是叫做氣骨與死骨還好 死骨要骨還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來 我們鼓掌 我先示範手的動作好了 手的動作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膀胱經走後面 所以你變成這個要封得很緊 這個手要在頭的後面 這個手要在腰的後面 要往後 然後還要兩個睡夾 封得很緊 這個頭再轉過去 這是手的動作 兩邊要兌換 還要再加上腳的動作 因為膀胱經走到小指頭 腳的動作是要這樣 就像那個三太子騎烘火的姿勢 蹲下來 然後再掀開 所以體力比較不足的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開始 你就不必先練這個 先練手就開始有效果 那體力慢慢好了以後 再把腿再練出來 那麼甚至可以延緩老化 因為我們老化都是腿在老化 蹲下來以後再掀開 加上這個姿勢 可以換邊 有的人可能會問我說 後面不知道聽得到嗎 後面聽得到嗎 聽得到 該聽的都聽得到 有的人就問我說 那要練多久 你一秒做對了 一秒鐘就會酸 所以就是要堅持 練得功力好的 我自己是曾經練過15分鐘 就已經覺得好累好累 所以也不必一下子就要練得很久 是一秒鐘兩秒鐘五秒鐘十秒鐘 慢慢慢慢練上來 第一個先把知識學會 第二個再把時間延長 這是一個知識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氣的問題 所以你在練的時候 你在練的時候要加上呼吸 所以其實體操就是運動 體操能夠把藥領做得好 加上呼吸就是氣功 再把呼吸的體操 動作跟呼吸配合得很好 再加上意念就是高級氣功 所以剛才你看我做的就是定功 可是你氣要走 那麼這個就有時候很難去講去體會 所以我藉一個動作讓各位體會說 這樣單純的站著不動 可是你配上呼吸以後 你要讓你的裡面的氣在動 裡面的氣就是經絡系統 那到底是個什麼現象 我就給各位體會一下 因為很多東西 這個光這樣做個知識 光講有時候很難體會 我就讓各位用體會的 這不是什麼表演 只是讓各位體會說 哇原來我自己的氣可以這樣動 因為我做的各位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地上剛剛有兩根針 哈哈哈哈 會免抓到所有穿鞋子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哈哈哈哈 針捲起來了 沒關係 哈哈哈哈 可以看看他的情況 他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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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等於是一種騰 人數 對 瑜伽也有這種的情況 其實瑜伽跟氣功都一樣 如何練到才有辦法 我們熱點掌聲 但目前台灣沒有 你們要做過的事情 是不是 真的不公 其實站著就是要讓氣能夠動 只要你動作加呼吸 練好了以後 你就可以這樣子動 我故意用這個雙盤子 讓各位去體會說 哇原來氣可以這樣子動 所以各位如果來練 也可以做得到 我要表示的是說 當你的動作加上呼吸 然後加上意念 其實你就已經在練氣功 而且可以讓你的氣循環得很好 又又回到 皇帝內經所講的 氣為血率 氣型血型 當然你氣血循環就很好 當然你就能夠 言團老化 認真一點 甚至可以恢復青春 祝福各位 都能夠言團老化 恢復青春 好我們給他組長 我想時間的關係啊 我的那個就先不講 然後我讓那個 吉教授講兩分鐘話以後 因為我們王慧宮教授啊 特別趕回來 從香港趕回來 昨天晚上的晚宴 他都沒有參加 就為了我們這一場 我們真的任意給他鼓掌 好不好